郭富城上个月迎娶娇妻方圆,幸福的模样羡煞众人,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热烈的讨论,也因此过去接受访问的片段再被翻出,其中有一段令人相当痛心的访谈,他提及哥哥中枪当天的情景,想到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忍不住哽咽,郭富城回忆起当时心情还是相当难过,兄弟俩前一天还在说要彼此交换衣服,被主持人问一句,这位哥哥是不是在兄弟姐妹中跟你最亲近的时,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? 他坦诚自己一直在想,为何会发生在我哥哥身上,事实上郭富城当时没办法接受哥哥离开的消息,直到隔天去太平间看见哥哥的尸体,才能相信这个是事实